各位師姐 師兄 大家晚安 我是來自Tample調整班的實習的學員 我叫沈月盈 我剛好去年實習結束的時候 剛好到西班牙去玩 所以就遇到了幾件事 覺得等於是學習合生學 讓我最大的體驗就是 在這個旅程裡面我所遇到的 那我現在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剛剛是因為 幾幾個機率忙忙從外面進來 所以有一點緩不過氣啦 大家不要嫌棄 那我就慢慢講 首先我就是 我有兩個體驗 一個是我自己 一個是我幫了別人 那我先講我幫了 我的團員的這一件事 我也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們在旅行到了第三天 第二個城市 那一天的晚上 因為我們有一個團員 在浴室別島的 然後摔斷了他的右手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都不知道啦 到第二天早上 就看他用那個浴巾喔 過著他的那個那個 右手 然後像三角筋這樣掉 他只要一轉身 反正只要一動 他就痛得 哇哇叫這樣子 然後別人都不可以碰他 然後在路上的時候 我們吃完早餐就上車了 那我就跟我姐姐講 因為我姐姐跟我一起 來學習長生學 是去年 就是1397 那個初中幾班 那我就跟我姐姐講說 我們要不要問他 需不需要幫忙 可是我們又覺得說 也許別人 並不相信 因為沒有體驗過 所以也許他不一定會相信 但是我記得去年來學習的時候 他是說沒關係 只要遇到 你都會覺得說 你的機會來 就是要去嘗試 所以我就 在車上我就跟他說 嗯 你要不要我幫忙 因為 他說不要動我 我說沒關係我們 我跟我姐姐學過長生學 可以 這個大自然的能量 然後 幫你解輕痛苦 你現在這個樣子 怎麼動都很痛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是 不敢跟他講說 其實我也還 沒有那麼確認說 一定可以幫他什麼嘛 這樣子 但是我想說 我能有這個心嘛 所以就試試看 然後他就 他就說 嗯 後來他想一想 也沒有回答我 然後到了我們在第一個休息站的時候 要下車 等於20分鐘 然後女隊要讓大家去上廁所 下來的時候我還是跟他講 我說你要不要試試看 你去上完廁所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那個休息站 然後我們大概 他說要花很多時間嗎 我手 手痛你不能碰 我說我們不會碰你的手 不會把你痛的地方 你不會摸到那個地方 那你可以試試看 要是可以知道 我就幫你做個十幾分鐘 應該也是可以有感賽 然後他後來就 我就在那個休息站房裡面坐下 然後我姐姐啊 就按了他的那個記號穴 然後在這個心臟的一個位置 就是 事後穴的位置 然後就是 我就 放在他的那個 因為他是 但是我沒有碰到他的手 我就是上下手 這樣給他按著 就是沒有按著 就是隔空 隔空放 這個手放在他的手 譬如說 他的手是這樣受傷 他是這樣弄的 那我就把他的手 我就這樣放著 下面是這樣放著 然後我們就 就 閉著眼睛 然後靜靜的大家就是 我跟我姐一兩個人就 幫他大概 我們大概弄了十幾分鐘 然後 免隊說 啊要上車啊 那我們就 我們就 結束 然後我問他說怎麼樣 他說 嗯 好像不痛耶 而且 你們在用的時候 我手都熱熱的這樣子 我說對啊 你就試試看 就是 也許到了晚上 我們再 回到旅館 然後我們再去幫你做一次 可能會 會改善比較多這樣子 好 這就是 那時候我在弄的時候 我也覺得 哇那個氣很強耶 可見他是有多麼需要 這麼多的能量 來 修復他的那個 那個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 後來到了晚上 我們要去找他的時候 誒 竟然說出去逛街了 我心裡想說 那可能沒有很痛 所以 還可以去逛街這樣子 然後後面幾天 他也沒有再找我們 然後 也是這樣子 很容易的去逛街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去 這個旅程 我們在玩的時候 到晚沒有 沒有像第一天說 聽他哇哇叫 那我跟我姐 就覺得很神奇 因為 肯定是 幫了他很多吧 至少是 我覺得說 可能就是讓他的發炎降低 腫脹降低 那個痛就會減少 然後就 我們就 好了他沒有求助 沒有叫我們做第二次 就算了 就一路上就看著他 高高興興的去買東西 吃東西好像 就是手上掛著三角鏡 這樣子弄 那也還好 然後到了大概五天以後 他就又跑了跟我們說 你可以再幫我做一次嗎 因為又開始痛了 我就說 好好好 所以我們後來又幫他做了一次 做了一次 以後來我們的旅程 就差不多結束了 第二天就準備去機場 所以就 後面 我們就不曉得了 至少是他在這個 十八 九天 九天的旅程裡面 倒是 我們幫他做了兩次 所以 我認為我不是幫到他了 所以 我們是有跟他講說 回到台灣 應該要立刻去看醫生 因為畢竟 手折了 是個大事 我們只是讓他 少了那個皮肉痛這樣子 這個是我的 一個很神奇的體驗 然後第二件的體驗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這個旅程裡面 也是在第二個城市 我們中午就吃那個什麼 西班牙海鮮飯 燉飯 然後 結果那個 我們在啃那個 小龍蝦的時候 他居然把我的牙齒 給崩裂了 不是崩斷 可能是那個殼 直接這樣子 原來可能有助養 然後就 直接這樣 那個牙齒直接裂開了 我就 就是我信仰的殘 我這個才 呃 才第一 我要十一天 然後我才第四天耶 那個後面還有 還有那麼多天 然後我就 我就有點懊惱 可是已經發生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然後那一殘 就很小心翼翼的吃 可是 你知道嗎 雖然我不用這一邊吃 但是在咬動的時候 他還是會咬到 好 也就是那個 上下牙齒還是下牙齒 還是我牙齒 就是會鼓勵作痛 然後我在 我在路上 就 就 頂著七號穴 然後 然後手 手就 捂著我的那個 痛的那個 那個臉頰 欸到了晚餐吃飯 吃那個牛排餐 倒也還 還沒有被為難 就覺得 他還是讓我安全的 用了餐 然後 然後在晚上的時候 洗過澡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大概就是 要把這個頭頂 頂著 左手頂著七號穴 然後 右手就 就捂著我的那個 右臉夾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子 一直到 我結束 就是 等於是 因為每天三餐都要吃 都會咬到牙齒 所以 我就每天做 都 讓我的那個 就是 沒有受到很大的 不舒服 所以有時候是 早上到了 到了快晚上的時候 他就覺得 一定有一點隱隱作痛 那就是表示我 我吃了東西 什麼 他還是咬到我的那個 那個牙痛的地方 那 終於忍到回 就是 終於就在這樣子 也算順利 三餐也沒有被誤到 然後也沒有造成我太大的困擾 然後我就去看牙醫啊 第二天我回到台灣 台北 第二天我趕快去看牙醫 牙醫說 我說 可不可以做牙套啊 他說 當然不行啊 你不是斷掉 你是裂掉啊 裂掉他就把我那個 裂掉的 等於是有三生之一的那個部分 他就把我拔下 然後剩下那個 他說 約時間來 來拔 然後那個裂掉的 為什麼會痛 因為那個牙齒 髖面是在下面 然後牙引肌肉的地方是尖的 天啊 他尖尖的 然後每次我一咬 那個就像一根 就這樣頂著頂著 難怪我每天都做 可是每天都還是 有一點點隱隱作痛 沒有很痛 那是隱隱作痛而已 然後醫生就說 這個多久 我就跟他講 大概多久 他說哇塞 你弄那麼久 沒有發言 也是挺厲害的 然後我就說 謝謝 謝謝 我心裡想說 我實在是很感恩 因為我學了長生學 讓我這一趟旅程 就是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神奇的體驗 謝謝跟各位分享